翻来覆去 无助可逃 天都快要凉了 这样好 怕梦见 那个微笑 我不知道 只是想你好不好 我沿着那孤单的深夜 梦怎么如此难远 你只为了爱情 没有底线 拼命给 还是没有人陪 该我的爱 我逃不开 爱 心碎却一直 一直 重来 爱的越久 要面对的寂寞 原来 还说 可能是大萍的朋友 大萍总爱招惹这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携他爸爸一样就惨了 不会的 大萍整天说要为父母报仇 不会跟他爸一样的 你说的对 要是大萍敢跟他爸爸一样我就打死他 我死了 也不会让这种冤孽再次发生 你先别激动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跟明叔 小凡呢 来来来 快进来 你好吗 好 小凡哥 走走走 小凡哥 你们好吗 好啊 跟明叔 上次说你身体不太好 这次呢 我拿了一点常理出的补品给你 你看 谢谢 谢谢 这些电脑书呢 是给你们的 谢谢 谢谢 你看 你们笑什么 大姐前两天刚来过 你买的东西啊 和他送给我们的 一模一样 就是 你跟大姐真是心有灵犀 一点通 对啊 小孩子围走嘴 小凡的 阿英在复阳拍戏 我看你还是看他一趟 你们也已经好久都没有见面了 对啊 对啊 这次没有时间了 我要赶回公司 公司刚刚上市 事情会比较多 时间差不多了 跟明叔啊 我先走了 喂 二师大姐 八师大姐 喂 阿英啊 小凡在咱们家里呢 来 喂 周英啊 小凡是你吗 你好吗 好 你好吗 好 我也很好 你忙吗 忙 你忙吗 我现在 要赶去跟刘华 和外商见个面 你 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在等 倒计灯光准备 我们今天 要拍得挺晚的 是吗 那就各忙各的吧 努力一点啊 好 你也努力 喂 对不起啊 周元姐 摄影机坏了 要重新找一台 他们说四个小时以后 才可以拍 四个小时 这回家要多久啊 四个小时多一点吧 他们的飞机 要延误四个小时 哦 四个小时 哎 跟明叔 从这里到周英那 要多久啊 不近啊 要四个小时啊 哦 这么远呢 要四个小时啊 哦 喂 喂 周英啊 我四个小时以后才开会呢 我有空 我 我很想见见你啊 我也想见你 我也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我们来回 时间就不够了呀 我们真的连一次 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吗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我有办法了 我想起来了 从上海到杭州的 三零二国岛边 靠近杭州半边 有一家川菜馆 我们现在过去 要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现在跑去来回时间 总统有十五分钟可以见面 好 我马上就走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再来啊 再见 再见啦 周英 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在路上 我跟你说啊 那家川菜馆 我只去过一次 可那边的菜啊 特别地道 还有你爱吃的什么 泰安鱼 福气废片 割了山辣子鸡 川心牛柳 还有我喜欢吃的 酒酿原子 四川话叫什么来着 唠双原子 你故意馋我呀 我要开快一点啊 先去点菜了 你还有什么 特别想吃的菜吗 我先去叫菜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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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刚才不小心 电话掉了 你要小心点 一边讲电话 一边开车太危险了 你开慢一点 好啊 你现在骂人哪 还像以前那么凶 我是担心你啊 周英 你的电话 可以用免提的嘛 为了安全 你有免提吧 我没有啊 你有吗 还是别打电话了 见面再谈吧 见面再谈 喂 我听你的 你也要听我的 不准超过八十公里 不过也不能太慢 好 我还等着吃酒酿原子呢 我在那等你啊 你放心吧 我让你吃个够 小凡 要跟你见面 我真的挺开心的 我也是 见面再聊吧 拜拜 请问这是川菜馆吗 是啊 我们这里只会做川菜 这里有酒酿原子卖吗 哎呀 我们这里的酒酿原子 远近闻名的 连大明星周英都来吃过 我找对地方了 要不先找个地方坐下 好 阿辉啊 有客人啊 接待一下 好 我不用开菜单了 我先叫一个泰安鱼 夫妻废片 哥勒禅辣子鸡 川西牛柳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酒酿原子 几个人的分量 两个人 我朋友马上就到 你的朋友还没来吗 来 喝点茶吧 边喝边等 我这个地方有点偏 也许你朋友 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手机的信号 有谁也不灵光的 小凡 我好像迷路了 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 这边连个路标都没有 好像是个工地 你先等一下 我问问老板 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 这边靠近三连二国道边 有一家穿载馆 就在附近 你知道在哪儿吗 我知道啊 可是蛮远的呀 我看你是在前面的路口 转错方向了吧 那离这多远啊 我想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吧 谢谢啊 喂 周英 周英啊 周英 小凡 那个老板说 你可能是转错方向了 对不起啊 小凡 我 我大概来不及了 小凡 小凡我真的没用 连路都走错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无所谓啊 你先别哭了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 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 可是 我就犯了这么傻的错误 我用真正四个小时 换我们的十五分钟 我应该珍惜才是 可都让我搞砸了 我向你保证啊 只要有机会的话啊 我要用二十四小时来换这五分钟 一分钟也行啊 我都会来找你的 你相信我 小凡 对不起 你这句话啊 咱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说好了 有什么话 我们一定会见面的 好 以后再见 好 以后再见 以后再见 怎么样 你朋友迷路来不了了 不要这个样子 下次我给你做我们的拿手菜 谢谢你们的 可我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 没关系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我都认识你了 你告诉我 你女朋友最喜欢吃什么菜 她最喜欢吃酒釀原子 不过我比较喜欢八宝芋泥 你觉得酒釀原子不好吃吗 你还没吃过呢 我过世的养母曾经说过 虽然很多人 当酒釀原子 吃饭后甜点 但酒是挥发性的 又是最后一道菜 所以这点心 总有点取中人散的意思 我的养母 是一个好热闹的人 所以她最喜欢八宝芋泥 八宝芋泥有什么讲究 团圆呢 团圆美满 幸福一生一世 我想这可能也是天意 上天 注定了我们两个不能 吃你们两个做的八宝芋泥 喂 何凡 李婷啊 你现在有空出来谈一谈吗 发生了什么事啊 中期待大批大批收购我们的股票 好 我尽快处理完工作 就赶过来找你 又麻烦你们喝饭 不客气 这里没有和平这个人 你们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叶阿姨 别再生气了 本来生气就不好 大批在股票行 输了那么多的钱 这样我怎么不生气呢 等他回来好好问问他 先别急了 吃饭吧 我倒杯水给你吃药 大批 你在股票行输了多少钱呢 你 不要管那些人 是他们态度不好 我故意不还他们钱 对了 有个女人来找你 追她名片 谁啊 我不知道啊 反正她说 如果你不去找她 你就一辈子要后悔 搞什么呀 我想问你搞什么呀 这个女人你是在哪认识的 你有病啊你 我连她是谁都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女人你一定是在股票行里认识的 招惹这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叶阿姨 可能是误会 误会 你看她的样子 早就认定我跟那个女人鬼混上过床了 你怎么回事啊 你知道阿姨身体不好 你还气她呀 我死了 她都死不了 你 我和平在她眼里 算什么东西啊 我身边的人都是混蛋 男的是强盗 女的是巨女 你这个混账东西 我何苦跟你到这来啊我 我又何苦把你带到这来 我在股票行 站了一整天 站得我两腿都发软 我为了什么呀 为了你们两个 但是我得到什么呀 一回来就被你破口大骂 还有你呀 不要一回来就哭丧着脸 我还没死啊 你们是干嘛呀 见到何凡就有笑容 见到我就没有 我为了这个家容易嘛 为什么你们不了解我 收到两三封讨债的信 就认为我输钱没用 我对这个家 真是太失望了 一点温暖都没有 知道吧 这个家成这个样子也是你一手造成的 是啊是啊 全都是我 什么都是我的错 你们都对 好啊 你说我跟他鬼混是吗 跟他上床是吗 我马上跟他上床 好啊 好啊 你走 走了就不要再回来 大萍 我也没你这个帽 大萍 你没事吧 来 再喝喝水 喝喝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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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我和平给你无冤无仇 你跑到我家里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家被你搞得一塌糊涂 鸡犬不宁了 你是和平啊 是啊 你是谁啊 你不记得我了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是你啊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找我干什么 我从警察局那儿得到你家的地址 我想当面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原来如此 很抱歉 我不知道怎么会让你家人误会了 其实跟你没关系 是他们自己不力取闹在先 我对这个家 真是失望透顶了 会不会是一场误会 其实有问题的话 大家应该坦诚一点 很快呢 问题就会解决了 其实大家刚认识 我真的不应该跟你说这些话 可是我真的要被憋死了 我妈跟我太太 真的是太过分了 只会享福 不会共患难 我在股市上 遇到了一点难题 一个要跟我离婚 一个要跟我脱离母子关系 那听起来 你妈跟你太太 真的很对不起你啊 你看 连你这个局外人也知道 我为了这个家一片苦心 我真搞不懂 我搞不懂 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无情无义 我觉得跟你说话 真的是很投缘 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反过来我真要谢谢你 你不是说要谢谢我吗 还不快上车 这辆车是你的吗 嗯 你带我上哪儿去 大家是朋友吗 你心情不好 我带你去散散心啊 你知不知道 我也差点买了这辆汽车 可惜那个见鬼的金融风暴 是吗 在金融风暴之前 我家产至少超过千万都不止 是吗 你家很有钱吗 我家族的资产值 有十多亿美元吧 哎 你有没有听说过 大陆最有名的方便面胖厨子 还有天行剑口服业 那些东西呢 都是我想出来的 我是靠一双手打天下熬出来的 哎 白手起家 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真是看不出来 原来我这救命恩人 一点也不简单 你一定是个做生意的天才 哎 你真的叫妹吗 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你不是有个名片吗 我知道 不对 我们一定见过面 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有很多时间慢慢想 好 今晚我们要尽情的喝 把他们当成我们最憎恨的人 把他们都灌下去 不至于吧 你知道吗 我和平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方 不是金融风暴 也不是我不会做生意 是我弟弟何凡 他害我一切 他抢走我的生意 偷走我的想法 他根本就是贼 他连我太太都想抢过去 他连大嫂的主意都想打 他根本不是人 他是畜生 是垃圾 是混蛋 我现在最痛恨的 就是这个混蛋 这边的技巧 我可以做生意 我知道 你闻把这件事情 我还有一次 被勉強 是这些压力 你们要扮行 是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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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新加坡 就是要你们血债血偿 咱们走着瞧 你狠狠中家 那是刻骨仇恨 咱们害死我父母 你有多恨他们啊 我恨不得他们 全家死过 亲家荡产 绝死绝算 我们会不会太快 你还不了解我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那你为什么要跳海自杀 就是为了要被你救起来 我想起来了 我是在上海的医院见过你 你是在一个楼梯口 跟我借借 借打火机是不是 不是 我睡不着 你不舒服 不是 我只是想喝口水 易阿姨 你没事吧 没事 阿倩 你还在挂点大瓶 这个大瓶 他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先回房吧 我给你倒水 还好 照片没事 醒了 累不累呀 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在上海的医院碰见我 那就跟我来吧 你应该听说过李年吧 他就是李年的儿子 也是我最爱的一个男人 为了他 我可以放弃一切 那天就是因为 他被汽车撞倒了 所以我在医院碰到了你 可惜他的死 并不是个意外 是钟家买凶杀人 所以我跟你一样 憎恨钟家所有的人 恨不得他们粉身碎骨 我跟你不一样 你家有钱 你要怎样报仇都可以 而且还有李家 他根本就不是真心爱我 李丽跟他爸爸一样 都不是好东西 他一直是在利用我 欺骗我 直到他临死之前 我才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他的爸爸 害我小陈 害我没了跟李丽的孩子 他可以替他的孙子立个杯 那我跟李丽的孩子呢 你可怜我吗 钟家李家都不得好死 段子绝孙 你相信我吗 相信 你是我的女人吗 我当然相信你了 把你手头上所有的股票 不管是亏的还是赚的 全部都给抛出去 转买李氏集团的股票 把你全部的身家都给买进去 为什么 我要帮我的男人发的 好 我马上送你去股票行 何先生 这是文件 我们在座各位股东的吃股量 加起来不足李氏集团的27% 还有10%的股东并没有表明立场 我是担心这10%的股份 会跑到中市那去 而事实上 中市正在游说这10%的股东 请进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多年的生死之交 这次我也不想多说了 总之你们不是我李年的朋友 就是敌人 何凡 你有什么意见 我只是在飞机上看了一些资料 我想我还没什么意见 无论如何 这次我们是不能落入中机的手里 现在散会吧 何凡 何凡 这是我爸 爸 何凡 李先生你好 这几年多亏你帮我的忙 我都没有谢谢你 又要麻烦你 丽婷是我的朋友 朋友有事一定要帮忙的 我最喜欢这种有情有缉的人 爸 先让何凡回酒店休息吧 他为了赶过来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怎么可以这样亏待朋友 住酒店成何体统啊 应该搬到家里去住 爸 五星级酒店 商户套房 那算是亏待啊 当然是亏待了 我们跟中机的对抗刚刚才开始 很多事我们要商量 这样住在酒店不方便 搬到家里去住 一家人嘛 你打给菲利普约克 还有胡先生 看他们跟中机到底有没有达成共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什么都好商量 再加上我手头上的李氏股票 应该可以稳住李氏集团 二十五个点的股份 可是我担心资金调动方面 这场硬仗打起来不简单 资金方面 我可以帮上一点忙 我在中国大陆 在香港都有一些朋友 李氏的名声方面也非常好 所以这方面不必担心 不过有一点 我先要搞清楚 中机为什么要收过李氏 他会把李氏核心项目 拆开再重组 单单货柜码头占有率 就已经占了百分之三十五 可中机从来都不是这样 扎扎实实的做生意 我一定要搞清楚 他们的目的何在 我想到一点问题 请给我点时间 何凡啊 我看你处理事情的方法 就看得出你是一个 做生意的人才 我知道你跟中机有私人恩怨 阿婷都告诉我了 我们之间可以说是同仇敌忾 真是有缘啊 不如这样好不好 你就入赘到我们李家 做我的女婿 爸 我知道你也喜欢何凡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办好了 李先生 我和李婷 只不过是好朋友 男女之间哪里有什么朋友啊 别告诉我说 你还是喜欢那个周英啊 细子无真爱啊 难道你没听到那些报道吗 跟什么导演 胡天胡地 这种女人要不得的 爸 你不要再说了 你再说的话 我什么都不管 我把李氏交还给你 何凡 你知不知道 阿婷的生父 有家族性 遗传好病 活不过四十岁的 爸 你在说什么呀 怎么回事 李先生 怎么回事 我说了什么呀 爸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我的亲生爸爸 真的有什么家族性遗传脑病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说了什么呀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记忆很乱 我很累 你帮何凡打点一下 我上去休息了 何凡 对不起 你怎么了 有谢谢 有对不起的 我谢谢你是因为 你帮了我们 对不起 是 因为我爸爸 刚才胡说八道 没什么 真的对不起 好了好了 我接受你道歉了 不过 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爸爸刚才讲的是真的吗 不知道 我爸爸最近的病情 是好是坏 反复不定 之前他竟忘了 哥哥已经去世了 打电话 叫他回来上班开会 他只是忘记了你哥死了 他并未颠倒是非 你找过亲生父亲吗 范文替我找到了他的地址 他陪我去过 我们到了他家附近 我仍然没有勇气 要我陪你吗 你怕我爸说的是真的 我没事 你放心好了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没什么问题 好了 不如你去医院 我没事 你放心好了 好吧 如果你真不想让我担心的话 就让我陪你找你的亲生爸爸 你 你 在等我 想我了是不是 你又和哪个女人鬼混了 闻闻你身上香水味 没有 我没有 我和平对你周倩是真心的 我发誓 我和平只爱你周倩一个人 你 你干什么 不相信我 你能不能小点声 我怕你吵起医阿姨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你不相信我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你 干什么 你 不要 别这样 不要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送给你 谢谢 你喜欢吃什么 今天我请客 你的李氏集团股票 赚了很多吗 资本少 赚不到什么道歉 这花真的很漂亮 给我你的银行账户号码 喂 替我转一百万 到这个账户 4541-822-2088-28-1688 好 谢谢 这些钱我借给你 李氏集团的股票 还有得升 我说过 我一定要我的男人发达 走吧 就是这里了 有没有人呢 有人吗 老婆婆 我想问你呀 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邓润良的人呢 你们找老邓啊 是啊 他是不是住在这里 他呀 十多年前 他就已经在中央医院病死咯 他得了什么病啊 他是脑病 我也不大清楚 其实这事我早就听说过 没想到这是真的 院长 我想知道那个人 他可能是我的亲生爸爸 我想知道他得什么病死的 动脑瘤 那是什么病 动脑瘤是有关脑血管的疾病 成因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 或者是脑血管壁异常遗传问题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 你也不要太担心 这个人可能不是你亲生的父亲 而且就算他是你真的父亲 你也不一定会遗传到这种病 对 不用太担心了 我先替你做一个详尽的 脑部扫描检查 不用了院长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你听 你放心好了 我没有问题的 我没有头痛 没有呕吐 没有昏迷状况 不要再劝我了 谢谢你院长 先生 你还是劝他做一个检查吧 如果这些病的出现 恐怕已经就太迟了 谢谢你 谢谢你 别这样 原来我只是个傻瓜 我妈临死的时候还在骗我 我爸得了老年痴呆症 才会告诉我这个秘密 原来 原来我当了三十年的傻瓜 怪谁也没有用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事 你要劝我去做生机检查室吗 我没事 我没事 我真的没有问题的 跟你找亲生爸爸一样 如果你不敢做检查 我陪你 如果要剃头发 我跟你一起剃 我保证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一定在你身旁 我喝饭 言出必行 不用剃头发 你放心 我也松了一口气 谢谢你 喝饭 我说过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知道 你言出必行 好 可以开始了 言出必行 傻瓜 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找你一个星期了 留口讯给你也不回复 我不在新加坡 发生什么事 我必须冷静一下 我怕我会爱你 爱得越陷越深 为什么 爱我有什么不对吗 我以前老是以为 我已经不可能会爱上 另外一个人了 可是我在认识你之后 我真的是发现 我爱上了你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永远在一起 是不是因为我结了婚 妹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和平 我有过精神病 我很怕你会知道的 我很怕失败 我不能够再受到伤害了 莉莉对我来讲 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我知道 我不能够承受再一次的打击 我会受不了她 我知道我会发疯 我会死 和平 我怕 我怕爱你 美 美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不会伤害你 什么精神病也好 什么血友病也好 我根本不在乎 因为我爱的是你 就算你现在不是这个样子 你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婆 我还是一样爱你 相信我 这是最后一次 我绝不会让你哭 我真的不会受到伤害 你真的不会让我受到伤害吗 听我说 如果我骗你的话 我和平就是猪 你是真的爱我 别哭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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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真的爱我吗 真的 我爱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不要我吗 不会 我想当母亲了 我还想为你生一个儿子 何必 我要为你跟我 生一个孩子 我还是一个孩子 人 你 不是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是你什么人 你跟她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 还记得小时候吗 我是中美 中情的女儿 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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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Zither Harp 昨天我的世界 倒是昨天一个梦 这么真 这么陌生 突然间在发现 一切在改变 拥有了世界 却又感到虚空 就算 一生平平凡凡 我也有心去体会 一切地埋伏 都是艰难的考验 不在乎 交出我 乱所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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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